开始有人吹歌了 现在是3月28号 如果没记错的话 意大利是2月17号 2020年3月28号 意大利的第一个case 好像第一个关心笔读的case是2月14号发现 好像是有新加坡的conference 到意大利的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 整个欧洲就沦陷了 通过意大利 当时意大利发生的时候 英国还没有封城 然后现在英国已经算 开始已经半封城的状态 但是还有人在街上走 整整一个月 从意大利到英国 交通还是相信很多病毒应该就是整个欧盟那边过来的 但整个欧盟当中控制最好的应该就是德国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英国今天已经突破了1000个死亡案例 差不多17000个人感染了这病毒 而这个很久以前我录制一个视频 我放在后面 那时候好像才35个 才是几百个 所以那时候是就一个星期前 那时候还是几百个的感染的病例 然后一个星期后就有几百个变成一万 差不多两万个 其实应该是两万个 因为很多还没有被测试 还没有被感染 就是在家 感染的人已经在家 而官方的数字远远是低于实际的数字 因为很多人感染的时候 他还没有测试 就没有肯定是不是感染病毒 但是我相信很多未知的携带者还是在当中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整个英国的情形 然后当然很多人就讲 为什么不回中国 为什么不回去 其实很多时候 回到中国还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但有些留学生 学校大学 基本上都已经关闭了 然后讲上上两个星期 我有点咳嗽 然后应该不是病毒所感染 因为现在已经基本上好了 我没有发烧 没有其他症状 只是有点咳嗽 但现在经过两个星期的休息 一个多星期休息 基本上 所以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出门了 这个时候录制的视频 我很想拍些东西 很想录制些东西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 我也上一次去超市 就是三月 三月十几号 就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去超市 之后就再也没有去了 那时候就录制了一点点 但是最后觉得还是不要放 因为我没有录制视频的原因 主要是我硬盘不够 因为现在是在家里面 家里面的硬盘的储存量是很低的 所以基本上录制一个视频 基本上就不见了5G 所以一个Vlog就不见了5G 5G对于一个普通的电脑来讲 硬盘是蛮大的 所以我现在还是拍摄索尼XAVC的时候 这个格式这个张卡我不可以format 因为这是我唯一储存东西 要知道等我买得到硬盘的时候 我才能够把这个备份 但是我会简介简单的简介放在网上面 所以很多人就催我更新 也有很多人担心我 甚至有人会问我讲要不要口罩 就是那种那种感觉是蛮蛮温暖的 就是有人会记得 或者讲这病毒让我想了很多 就这一个星期当中 你会发现无论是什么相机都好 无论是拍摄什么东西都好 如果过了这一关 经过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你想你想拍摄的东西 你想记录的东西 你想留下的东西 比做什么评测更有意思了 我并不是说做评测不好 而是我发现 我更加坚定 我应该要拍我想拍的东西 录制录下来我想讲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 可是这一次真的那么不好彩 真的过不了 因为现在英国这个情形是 还在爆发的初期 所以接来的两个星期是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待在家里面 如果你是还在英国的人也好 最好不要连东西都不要出去买了 因为这个病毒 他所感染的地方不是口罩 还是没有人戴口罩 开始有一点点了 但是普遍来讲 很多英国人还是不戴口罩 但是所以外面基本上不安全 所以特别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最好就待在家里面 我已经准备了足够的 食物 能吃就吃 能省就省 应该可以度过这一月 到时候看情形怎么样 因为现在今天 他们刚刚发布 说 大家看到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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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do well to keep death under 20,000 如果 英国 把死亡人数控制在2万人以下 英国就算成功了 2万人 你知道什么概念 这个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所以 现在已经是 差不多 1000人死亡的案例 然后你已经开始感觉到英国的NHS医疗系统 开始有一些的人手不足 有些吃力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 基本上还没迎来高峰期 等到高峰期的时候 情形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其实在这个情形的时候 在我 讲 武汉 不是 世界卫生组织 那一集的时候 其实那一集 我录制的时候 很多争论 当中有很多的讨论 然后 有人很喜欢 有人很不喜欢 但是那一集 我就已经预料到 会有今天的发生 这个病毒 COVID COVID 不是武汉病毒 你要讲清楚 病毒不是属于哪一个地方形式 不是哪一个国家 病毒是新冠性病毒 COVID 当它发生的时候 我就知道会有一天 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 你都要去面对这一个 可以讲是天灾 可以讲是人类的天敌 病毒 因为我们人生存在这世界上 有很多的病毒 还是不知道的 但是一旦爆发 人所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不是哪个国家 民族而已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 无论你是什么形式的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过 所以这是整个人类的一个 敌人 一个命运 而英国 我就感觉 当时 如果 当意大利发生 当然这个是马后炮 现在 现在只是我当时就觉得 意大利发生的时候 当时英国还没有马上 封城 如果当时英国马上封城 英国今天 可能会比较 马上重视这病毒的可怕性的时候 英国今天不会死那么多人 因为当时意大利 很糟糕的时候 英国跟意大利的飞机 基本上 火车 还是每天很多人来回 无论是整个英国 整个伦敦 然后就像人来人往 所以 那个 当时我就很担心 这是一个隐患 所以现在的 担心的事情 也发生了 而今天他们 还才开始讲 一定要待在家里面 然后 还没有戒严 就说你 还可以走到外面大街上 还可以有人在小区里面 走来走去 但是我已经没有出去了 因为这个危险性 我是知道的 因为这个消息 从1月头 1月1号新年的那天起 我就跟武汉所发生的 这一个新冠新病毒 一直追随那新闻 所以那时候觉得 并不是太遥远 我就大概 估计可能会有一天 会来到英国 果然 就1月份到现在是3月份 3个月的时间 就来到英国 而且这个是一发不可收拾 而这个 对英国的挑战 是很不简单 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这边有很多的中国人 中国留学生 他们在这边 都想翻设法回国 当然 这个我 这个是个人决定 但是我就决定 无论是去哪里 这个始终要面对 这个病毒 始终要 过这一节 因为 可能这个就是人 该来的总会来 这个可能是我的心态 并不说我不爱惜生命 我很爱惜生病 但是并不说我不怕死 我也很怕死 但是毕竟 你还是要去面对这个东西 现在我的心态还算很好 因为在病毒的 这段时间 心态也是蛮重要 你能做的就是 吃吃喝喝 保持良好的心态 很重要 因为这个 这场硬仗 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今天的英国死亡人数 是一千多的 突破一千了 然后一天里面死亡了两百多个 蛮多的 然后 这有点像泰坦尼克号 当你看上冰山的时候 你再马上拉闸 或者要转舵 可能你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说当你看见 病毒已经爆发的时候 你才能够采取行动 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很多时候 无论是在中国 无论是在英国 甚至在其他国家 我发现 从病毒发生那一刻起 政府的迅速 都是差不多一个月后 或者是中国 所以为什么 我的确是认为 中国已经做得很好了 而英国到现在 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接引 我相信 来临的一个星期 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可能就是五万人 甚至死亡人数会 他不是以一 是由一个变成十个 十个变成一百 一百变成十万 十万变成 不是以倍数 是以二次方 这样子去倍增的 因为这个感染是 很不简单的一个感染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所以现在 我就继续大家讲里面 也不要录制太多视频 或者不要讲太多 内存不够 硬盘不够 然后我还算很好 如果这个过了以后 可能我还会继续录吧 但是如果 没有如果 因为明天的事 不知道明天的事 如果能够看到 明年的这个时候 明年这个时候的太阳 人生就已经赚到了 如果能看到 2021年3月28号的太阳 我觉得人生就已经赚到了 这个是 对 每一天脚踏实地 如果你是在英国的朋友 或者是在 无论在哪个世界朋友 或者是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 跟你的朋友 亲人保持联系 这个也很重要 保持良好的心态 因为病毒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的心态 要准备好 要良好的心态 去抗压 不算抗压 这不是 面对这一个 就算如果 万一不好踩 你真的中了 或者面对病毒的时候 你也不要慌张 我不知道 我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中 应该还没有中 我觉得 如果中的话 我一直在想个问题 如果我有了病毒的时候 我的心态会怎么样 可能是在路易记 跟大家讲 因为这种 我觉得生病 无论是从身体 还是到心理 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很多时候 你心态 但你的病 还没有打垮你的时候 可能你的心 理或者心态 已经垮的时候 你很快 你的身体就垮了 但是如果你身体已经垮了 你的心态 很好的时候 并不说你不会死 而是说 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那种从容 就是有点像 太太尼克号那时候 我讲的那一集 那时候 船要乘那一集 所以世界上最 镇定的那一个人 就拉小提琴 太太尼克号的小提琴手 你们可以上来去找 然后就是整个船 在乘的时候 他也不跑 也不叫 而是静静的 就拉着他的小提琴 我现在慢慢在想 这个心态 这个境界 并不是一般人 能够做得到的 但是会有人做得到 我相信 好了 这是今天的分享 不算分享 这是今天的记录 因为我很觉得 可以记录 这时候的心态 给大家去看 因为可能很多年以后 再看回这件事情 或者是经历过这件事情 以后 你看回这时候 这个这个moment 3月28号 这个moment 这个时刻的 那个心态 那个想法 那个感受 而记录下来 这个不是为了点击量 这个是给自己有个交代 对 给自己有个交代 所以我觉得 这个病毒的发生 也让我以后 我拍摄视频的方向 更加清楚 我应该走的是哪个方向 绝对不是讨 什么流量 什么人的点赞 然后 不认识我的人 真的不太希望 他们看我的视频 或者不懂我的人 不希望他看我的视频 而这个视频就是 我的方向 我要记录 每一件 这是算蛮大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 在整个 我的人生当中 这件事情是 别讲我的人生 就是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英国 差不多进入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状态 就是待在家里面 所以整个报纸 整个环境 然后英国人 现在开始也知道 这个的严峻性 所以这个 有点像 在 当时 德国 勤列英国的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种的环境 无论从食物 无论从心态 但是有一点不错 就是现在英国人 他们心态还算 还算 还算不错 就基本上 你不会看到英国人很紧张 就他还很从容 虽然这件事情是很紧张 但是有时候太过从容 无论再坏的事情 我觉得都会有 好的一面 但是我没发现 但是我相信 这个病毒 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而这个病毒 也让你看清了很多的人心 所以我现在 对那些 其他 在这个病毒面前 在死亡面前 什么都是小事 什么都不太重要 我觉得 差不多 不要录太多 希望 我还有命 去录下一个视频 今天是2020年3月10 3月16号 终于轮到英国 如果你们看我很久以前 那个 户所发布的 那个视频当中 我就知道 迟早有一天 这个 Covet 19 会传到这个世界 当然 从意大利确诊的 第1例 应该是2月14号 还是17号 到今天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你就可以看到 整个欧洲 陷入到 另外一层的 感染的当中 当然 最严重的就是意大利 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英国也由 第1个确诊 到今天 已经有差不多 超过1000 就两个星期里面 就已经超过1000 今天的官方数字是1300 左右人确诊 然后死亡是31个人 这个数字 当然在来临的两周 我觉得会暴增 因为英国采取的手段 现在只是第二个 就是还没封城 突然就发生个名词叫什么 群体免疫 当然这个就不是争论什么 因为毕竟 英国跟中国的整个医疗系统都很不同 但是今天要记录的这个事情是刚才我去了超市 去买东西的时候 的确是比以前所需要的时间要长很多 无论从排队 它是8个收银台都已经在运作 但是排队的人数也是每个收银台差不多有7个到8个人以上 然后货架上的确可以看到某些货品已经比较缺少 但是价钱没有变 所以有些人可能英国人开始紧张 所以这个是赶快囤购一些东西 所以我该有的也应该能够维持一两个月了 但是每天都是加一点点 因为毕竟这个的超市是货一到的时候 他就放在超市 那边卖完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库存的 然后当这个病毒影响的时候 无论是运作还是运费当中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影响 所以这个未必是很紧张的一个时刻 但是为什么录制这个视频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录制这个视频 算了 对不起 对不起